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个人本身虽然不是教会的伙伴 但是我个人在性教育的学习工程中 我感觉到教会对我影响很大 我记得我在结婚之前 我曾经参加我们林良堂 林良堂有办了这个婚前辅导课程 这个课程我觉得很好 一根据家庭教育法 92年通过的法 那时候还没有家庭教育法 家庭教育法规定 每个人要结婚之前要参加 三小时的婚前辅导课程 真的有 所以现在各教育局都成立一个 叫家庭教育中心 但是当年我民国85人的时候 我参加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法令 但是我那时候知道林良堂 他们办了很多婚前辅导课程 我印象很深刻 他是每次只遭受十对 而且是半年内准备要结婚的 当然以教育为主 我是唯一不是教育破格入取的 但是我印象深刻 我们就是到那个姓唐嘛 那个牧师姓唐 我们就到他永和的家 是师母姓唐 是师母姓唐 唐代好 唐代好 我们就去他家 再永和 再永和 然后十次 每一次都是两个小时 每一次的主题都是他们夫妻先谈 比如他们当你为了筹办婚礼 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多新人结婚的时候 为了办婚礼就乌烟瘴气了 他们讲了 还有谈性生活的问题 谈浅的问题 这间议题是没有的 平常是不会谈的 但他们就逼着你谈 因为他们夫妻先谈 谈完之后你们师队带开 带开谈完之后再回到大团体 那我们那一次师队 到了第三次 就一队说他们的婚礼 这个暂缓即兴 到第四个礼拜又有一队 他们的婚礼 无限起源长 到第五个礼拜 我老婆 但是我女朋友跟我讲 她不想跟我结婚 不过那时候我已经33岁 比较成熟了 在我以前那就拉倒了 但上次我已经成熟 不能干这种冲动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带她来参加婚前辅导 我就是希望能够面对彼此可能还有很多差异 所以我会让那里的心思跟她谈 我为什么带你来 我认为我们之前还有点差异 没有错 实际上后来我老婆跟我讲 实际上她内心里面对婚姻是不够期望的 后来我知道不能怪她 因为她生活周遭没有成功的案例 我说有啊 你不是带我去见你舅舅吗 旁边不是舅吗 她说不是 她是同居人 你怎么不讲 你没问我干嘛讲 他们什么歌 堂歌通通是离婚 所以难怪她对婚姻 内心里面是恐惧的 是打问好的 所以她今天 才在问的话 我跟她还有这么多差距 所以她心里就打退她很苦了 那我想说 事实上婚姻 最好的婚姻是互补的 就是因为有差异 因为差异会来自丰富 互相的支持对方的成长 所以我跟她非常肯定 婚前复打可承 假设我们这十队 所以没有来参加 那就是一年后离婚 就是拿三队 因为他们根本 搞不清楚状况 为什么要结婚 所以我希望未来 我有机会 在大学开爱情学 我现在在 我实在开了私信教育 算是我们也说 老师你就好好谈 那个谈恋爱跟结婚 那个才会对我兴趣 那个也是我很厉害的 想说好 等我退休 我来大学 普色爱情学 因为我这个是 大学生的成长课题 那我个人就很深的体悟了 比如有的人适合当情敌 不适合什么 当夫妻 所以我支持在谈恋爱要进入结婚之前 先怎样 参加这个辅导 我认为是好事情啊 可以有效避免 结婚一点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这些有意义的事 等我退休 我一定要来推动推动 让我们社会上 大家对婚姻能够更勇敢的去结婚 更勇敢的承担我们 这个培育下一代 这个重点 当然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 这一块都没有人在管 好像一来一致死 不要紧都不要紧 我觉得应该督三星 应该督三星 所以我想说延细的 事实上在美国来讲 他们都会有一个课叫 家庭生活与性教育 他谈性教育是包括家庭教育 是一起谈的 一起砍卖的 所以今天 雪莹给我这个主题 我很高兴 我最喜欢谈这里 结了婚之后 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爱 怎样推广 其实我已经把爱情结架构都写出来了 结婚之后就推广你的爱 你们夫妻因为爱结合 把这个爱再传给什么 我们的下一代资历 那只有爱能够感动爱 所以我想我顺着 早上这个脉络继续谈下去 早上的脉络里面 我们已经很清楚 这个 不是 不是 我没有插 我没有插这个 东东 编道 副件里面了 这个超45页 那机子不可以 这里面 我没有插这个 交空气动不了 来 好 我们早上有提到 什么是性教育 那这个是前情提要 我早上讲的东西 很快要过石头以下 OK 我们讲性教育是爱的教育 在教导健康的什么 亲密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厘清 性教育不是只是在教生子器官 那是很狭隘的 它也是一个品格教育 事实上我跟你讲性教育也是生命教育 我想今天我们在做彩虹的伙伴 你听我的性教育就知道 它就是生命教育 它就是人性教育 它就是全能教育 所以我们5月20号 我们学生教育 我们台湾新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 我已经定好了 叫做 台湾教育改革 失落的一角 但是全能性教育 鼓掌一下 因为我发现 我们国内就是缺法的全能性教育 那教育会改革 人家提出疑惑 教育改革是在解决问题 还是制造问题 我来帮你解决问题 就回到全能性教育 把它投整起来 所以我们学术研讨会 就是要来谈这个问题 好 那 这不叫健康的亲密关系 表达爱关怀跟什么 善利 而且长期而稳定 所以一夜请 绝对不是健康亲密关系 同居我认为也不是 因为它没有承诺 好 接下来 它是品格教育 这早上我们讲过了 那事实上 性教育是从出生到死亡 每一个年龄阶段 都有你的课题 从我们一出生 萌芽对性 萌萌冬冬冬的 到国小的时候 开始探索 青春起开始探索 然后到了高中 会想要去体验到大学 稳定的成长 大概是成人 然后我们结婚都陪一下 一朝晚年 虽然它是一生的 一个性教育 那这个是我都年来都会关心青少年 我早上也讲了 性很苦闷 而且他们有很多性的什么 迷惑 这也是我从研究人们得到 我们经验很对 因为我们现在家庭功能不长 我们单亲 可待教养 外籍新娘 这很多问题 我跟你讲一个 我最近都在台语一个 叫偏乡性教育 就是 为政府给我一笔钱 就是关心偏乡性教育 因为我们统计发现 偏乡 偏乡的孩子 他们婚前性 比例是平地的四倍 他们离婚率是平地的两倍 所以偏乡的问题 事实上性是一个 那偏乡的性的 这个问题里面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外籍新娘 现在比例是四个 有一个是外籍新娘 那这外籍新娘里面 当然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 也是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文化的问题 还有偏乡 还有一种特别的色情行业 你们知道吗 当你到乡下去的时候 我们你跟他讲说 我要去小师傅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立威你知道小师傅是什么吗 知道啊 有色情行业的 哇 在行的啊 小师傅就是色情行业 你不要傻傻的 乡下都是这样子讲 他就我要去小师傅 那小师傅里面的小点都是什么 外籍新娘很多 特别是越南很多 后来发现很多 我到很多前审各地 很多想跟我讲 他们一个不成文的统计 只要是妈妈是越南新娘 大概生完孩子 差不多一点年纪都跑掉了 因为他们是母系社会 他很清楚我来这里是为了爱钱吗 还不是 为了什么 赚钱 我把你孩子都生出来了 我进到义务 我钱拿到 我就这样 我做人 你也不能怪他 因为谁叫我们 这男孩子找不到老婆 只要去骑外景 我们不是骑士外景新娘 站在买本子 我是觉得 不是很健康 因为大家知道 他只为了解性满足 性问题 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对于我们去倡导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相关于越南就是有这个问题 他母系社会 他很清楚 他的任务就来什么 把你生了孩子就跑掉 他跑去哪里 跑去小吃部 小吃部谁去消费 那就是男人 有结婚的男人 又去小吃部 然后又跟他搭上了 他抛弃一个家庭 在小吃部又知道一个家庭问题 你说 台湾这些婚姻家庭都摇摇义坠 偏向的人困苦 产业的人不保 又加上性问题也没有好好解决 所以对未来真的是 很堪虑 所以我去年 开始来推动偏向性交往 你会看到 我们看到 下一代 他们对爱情婚姻是不抱期望的 因为离婚 离婚率太高了 单亲 隔代教育的问题 新武美满婚姻是越来越来 两性交往充满了危机 你看我们青少年的性困扰是什么 男生第一名是智慧 接住社群的勃起的困扰 异性交往 同性爱情 也就是他们到青少年 会想要去问自己是不是同志 这个是困扰他们的 少女的困扰第一名是什么 爱的迷惑 什么是爱的迷惑 当我男生来追我的时候 到底我怎么回应 这是他们真情实感 男生的压力是什么 我如何追女生 我看到学问对象 我如何跟他表达 我被积极了怎么办 女生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当男生来追我的时候怎么办 我怎么判断他追我是真的还假的 我不想跟他交往我怎么拒绝 我想这个都是青少年反应给我 他们要的是这个东西 告诉孩子我可以怎么面对感情 面对男女交往 这是他们很想学习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同研究里面发现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不讲了 这些 我这个PV档要送给你们 你们想尽办法去拿到就对了 挂在网上 因为你们要到处演讲 我做得这么好你就拿去用了 因为我不肯到处演讲 我只讲了这段而已 我可能不可能会演讲 所以你们一来学我就教你 你们就可以今晚就来 变成你自己的 没问题 谢谢 好 实际我在国内专门做教材 这有很多 很多教材 包括影片 好 那我想你们还是要对 人的发展有关系 那我先跟你讲 最有名的是国内的这个理论 这理论到现在还是通用 就是我们不讲性的生理 心理社会的发展 生理发展很具体 你们大概都知道 我不要讲了 那心理的话 就是这个理论是最有名的 佛依德理论当然是有点泛性论 他怎么泛性论 他认为人格发展是受到什么 性的影响 而且性欲望的满足 他认为不是到青春期才有 我们过去观点都认为怎样 到青春期才有心愿 他说不是 一出生就有 而且每一个阶段 如果性欲望不能得到满足 对他人格是一个什么 影响 这是人格理论 就叫性发展论 这是他的理论 那我先给你提 我这讲的还没有道理 人一出生 性欲望是从哪里得到满足 嘴巴 这个阶段教什么体 口腔体 这个阶段孩子你不用教 他做到任何东西 是往哪里 往嘴巴 嘴巴特别得到快感 这个阶段孩子 当然这个阶段孩子如果 口腔体没有得到满足 是不好的 好 各位这个阶段你看到 孩子做到任何东西 就往嘴巴塞 爸妈看到会担心他脏 太脏 就会打他 骂他 踩他 不准他吃随便的东西 结果口腔体不能得到满足 以后会变成什么性格 叫口腔性格 口腔性格听说 药物烂用跟烟枪 老烟枪都是口腔性格 口腔体不能得到满足 那怎么办呢 我又担心他乱吃 太肮脏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以前照顾我女儿 我都去买那个 专门给小孩子咬的那个 水果什么造型 很好咬 安全 都有在卖 我们小时候就很可怜 都没有 怎么咬都是奶嘴 所以这个比较先进一点 所以你可以买奶让孩子咬 好不好 让他度过口腔起 那接下来 领导医院叫口腔 一到三岁叫肝门起 什么叫肝门起 小孩子的性满足 已经从嘴巴跑到哪里去 肝门 各位一到三岁 刚好在训练小朋友 什么 不要随地打小便 要管理自己的什么 尿尿排便 各位对小孩子来讲 排便是一种什么 Pray Joe Pray Joe 一直以悦的仪式 各位 当小孩子 这个排便的时候 妈妈会叫他 以后便便要跟什么 跟妈妈讲 各位你想一想 小孩子的扣位机 你知道吗 他扣位机发展还没那么好 他对这个扣位机的管理能力 怎样 还不行 他也理智当知道 要跟妈妈讲 刚要讲的时候 已经怎样 拉出来 这时候父母亲的教养态度 比较不OK 就比较没耐心的话 看到孩子教一次不会 又打他妈他 踹他 哭脸 这个时候小孩子 肝门期又不能得到满足 每次只要变变就怎样 就会老爸 怕又被骂 又不能得到满足 这个时候以后长大 就变成什么 性格 非常好 我现在讲不出乱讲的 你不相信你上网打肝门性格 他就很多问料就给你 肝门性格是什么 是很酷无情 很酷 小心 这是肝门性格 正结就是这样子 肝门性格 接下来 以三到六隶叫什么 性七起 顾名是以这一段孩子的性意外 已经从后面的肝门 跑到正前方的什么 生子器官 各位三到六岁 就是幼稚园小朋友 这时候小朋友 对自己的生子器官很好奇 所以注意 三到六岁幼稚园小朋友 会唬弄自己的什么 生自己 没事干就闷着 连在幼稚园上 都可以抓 真的啊 幼稚园老师 我在世帝大学 开幼稚教育 这是我专门处理 各位 那是正常的 因为他就是 对他的生子器官 就像他对耳朵 没有兴趣去抓一样 你不要小物见大物 他这时候还没到亲 他没有那么强烈的信用 他只是对生子器官好奇 各位重点 他不只对自己的生子器官好奇 他还对谁的生子器官好奇 别人 各位这时候 陪伴他的人是谁 就是妈妈 所以这个时候啊 小男孩会连着妈妈 叫什么 叫念母情节 各位情节好不好 不好 情节要化解 不化解就 以后影响 哪一辈子的人格发展 小男孩喜欢自己的妈妈 连妈妈上厕所 蹲在那边尿尿 他都要跟进来 怎么办 你是妈妈 他吵了他进来怎么办 好了 妈妈就蹲在那边尿尿 小男孩就开始 开始看 看完之后 马上发问 第一个问题 妈妈 你怎么做的尿尿跟我不一样 妈妈你怎么回答 你是妈妈你怎么回答 我不会让儿子进来 你刚好不太一个 他有没有让孩子进来的 你有没有让孩子进来 我忘记了 你忘记了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 那你会怎么回答 孩子这个问题 你是男生我是女生 鼓掌 标准答案 你不要小探这个 因为你一个不经意 小男孩发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妈妈 你坐着尿尿 我站着尿尿 你跟他解释什么 因为你是男朋友 我是女朋友 注意 他的性别角色 刚开始就是你教他的 我刚才做一个女朋友 就这样 这叫朦胧的一开始的性别 就是三到六岁 所以三岁以前 有没有性别观念 没有嘛 是没有 可是到三到六岁 是很坚强的 所以三岁到六岁的小朋友 你问他什么是男生 男生就是站着尿尿 男生就是留短头 你不要骂他 他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阶段 就是从外表去看性别 从站着尿尿就是男生 就是这个阶段 那我们对性别的概念 是从很模糊 或完全没性别 一直到我们后来 慢慢才发展出来的 各位 同样道理 小女生有什么情节 念母情节 所以一样的道理 就是都有这个情节 所以有一天 小男生就鼓指涌迹 各位 念母情节是什么意思 是希望把母亲怎样 占留 这个叫不成熟 但是我也没跟你讲 人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 所以小男生有完全霸占自己的妈妈 因为我完全拥有妈妈 后来发现妈妈旁边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叫爸爸 而且妈妈还蛮喜欢爸爸的 她本来是想要把爸爸给 这个叫四父情节 我真的有问 后来发现 她打不够爸爸 有一天她就问妈妈说 妈妈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爸爸 妈妈会怎么回答 妈妈会跟小男生这样讲 爸爸在外面 打拼赚钱 买无敌铁金刚给你 爸爸成为他 小男孩终于知道 原来 爸爸既有这些什么 男性的东西 所以妈妈这么喜欢爸爸 既然我打不太 我没办法把爸爸打掉 杀掉 完全占有妈妈 我只好跟谁学习她的性别角色 爸爸 所以就这样来的 同样的道理 这个佛罗伊德就解释 为什么会有男童子里头 就这样解释 当然不见得对 他当年是这样推论的 同样的道理 念父亲节就是小女生 所以我想说 每个爸爸的第一个情人 第二个情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嫁女儿感情 那个情绪是很不好的 那这个就是三到六岁 就是性别角色情 那接下来到国小 叫潜伏期 各位这里的潜伏期 很多的误解 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 佛罗伊德是犯性论的 他到底每个阶段都有新遗忘 那国小有没有 有 可是国小他叫什么 潜伏 为什么潜伏 这都要怪我们父母亲 因为我们父母亲在过去 幼儿园 在小的时候教导 只要孩子对性的好奇 提出发问妈妈 爸爸妈妈总是怎么 回避 或者是随便讲 所以小孩子都已经察觉到 爸爸妈妈对性的问题 好像怎样 不太严厉健康教 所以他们也这样 不想自讨没吃 他们就这样 不表达 不表达不是没有 是潜伏汹涌 那特别是到高年级 他会用什么 他会用相反的方式来什么 来表达对异性的好感 所以你看到国小高年级 一定是男人狗 女人狗 他们两个是壁垒昏明 明明这个小男生 这个小女生 实际上是两小无才 两个真的也是蛮好的 可是他们男生在团队里面 也要讲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讨厌他 这小女生在团队 也讨厌他 臭男生 心里面其实不是 都要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 这个是没办法 就那个团体就是这样 好那到了什么时候 已经关不住了 青春期 所以你会知道说 我等一下跟你讲 我们怎么跟孩子谈性 事实上12岁是一个分水灵 12岁以前 我们假设他都还没到青春期 你回答他跟他谈性 跟12岁以后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一个分水灵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一些原则 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谈下去 让你知道 好这个 这个每一个阶段 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 零到三岁 我刚才不是讲吗 到了三岁以后才会有性别 你看这个无性别观嘛 那时候根本没有男女生的发文 那性别二岁对立就是什么 就是在国小以前这个阶段 他男女生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国小小朋友 幼稚的小朋友 他会有 女孩子会有冤记恐惧 男生会有冤歌恐惧 这什么意思 我们在幼稚跟国小都喜欢用绘本 有一本绘本叫 萨奇到底有没有小鸡鸡 这个绘本是常用的 有一个小朋友叫萨奇 那大家也好奇 到底有没有小鸡鸡 他这么勇敢坚强 后来发现 他竟然没有小鸡鸡 因为他科本一天认为 小鸡才是这样 勇敢坚强 萨奇这么勇敢 就是没有小鸡鸡 所以事实上这个时候 小孩子会有一个 男生会担心什么 为什么女生没有小鸡鸡 因为他不乖 小鸡鸡被这样 男孩子有严格 他怕小鸡鸡哪一天会被割掉 那女孩子是什么 羡慕什么 现在只有小鸡鸡 叫阳记崇拜 这个都是情节 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到 哪里有别 男生有 女生没有 没有什么了不起 天生就是这样子 你也不用羡慕他有 你也不要悲伤 你没有 就这个阶段就要避免 孩子有这个问题 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才会有 东西性别观就是我刚才讲的 有会生理性别 心理性别那些更复杂的观点 这个到后来才会有的 好 这个是查播浪淡一下 好 那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12岁以后就不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到 这个理论很重要 是艾瑞克逊的 是我早上有讲 这个理论就是告诉各位怎样 每个发展都有危机跟转机 像你看到 这里面青春期12到18岁 就是在做自我统整 那如果没有统整清楚的时候 他到了大学这个阶段 就进入成年期 成年期他发展的重点是什么 intimacy 所以大学生谈恋爱是非常自然的 其实大学生是一个谈恋爱的好时机 因为他发展什么 intimacy 但是如果你前面你的12到18岁 没有做好自我统整 那你以后谈恋爱怎样 坎坷 因为我早上讲的嘛 爱别人之前 现在爱谁 我在大学看太多 太多 每个很多人 戏里面都有个小孩子 你看那个大学男生追女生 有时候很可怜 那大学女生看起来都漂漂亮 都是很成熟 可在谈起恋爱的时候都是什么 都被小孩子 男生也蛮喜欢他两个 他终于接上他的感情 然后呢 你真的要不断的什么 测试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 会跟他讲男生 你爱我的话 人家别人都有摩托车 你没有 男生就赶快夹 打工去买台摩托车 你以为这样就会过关 人家都开车 你骑摩托车 男生就赶快夹 想办法进来到一台车 你以为这样就及格 天上的月亮你要摘给我 各位 这时候男生就开车 这样 插口 不行 无理取闹 所以男生就会都怎样 奔锁 男生就 这个时候女生就讲 你看你看 我不讲吗 他特别不爱我 其实他是被你逼疯的 因为你太难爱了 为什么这个女生会这么难爱 各位那戏里面有一个什么 小小孩 他是低自尊的 你早上还记得我那个表吗 他根本不能肯定自己 他不断的测试 出来你给男生 考验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因为女生是不随便发出感情的 但是因为他太不成熟了 所以事实上每个人在谈恋爱 都要先有一个健康的自己 好 这个是两性情感的发展 这个图也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把各家把它整理在一起 你看国小低中高都不太一样 国小低年级没有性别观 玩伴之情 情感形态 情感特质 写起了课题 国小是写起亲情 怎么跟父母亲 国小高年级 中年级是交朋友 同性 叫同性情友情 你看这里也很多 同性情友情 所以中年级都是跟什么 跟同性在一起 高年级也是跟同性在一起 只是高年级 中年级不会去仇视异性 可是到了高年级就这样 就会仇视 就刚才给你讲了 可是到了国中的时候 国中呢 国一跟国二就不一样 你看你现在的孩子 国中一年级还 乳措未干 到国二的时候 哇 要是这样 都等大了 所以国中有两 画两期 一个叫同性命友情 各位什么叫同性命友情 就是跟同性别人 怎样 深入交朋友 那接下来进入 异性情友情 也就开始怎样 小千千 小千千 一群小男生 一群什么 小女生 就是这样子 所以国中的之段 叫小牛之恋 他情感的特质 是情窦初开 单相思 自认的爱 他的学习课题是什么 区别喜欢一个人 跟什么 爱一个人不一样 到了高中 他开始要体验的 所以这时候叫小果之恋 理性的爱 这时候他要学习 怎么爱人 他的各种能力 都要培养出来 所以我们是从 的成长课题 去把它整理这个表 这个送给各位 那各位知道说 我们接下来要引导 我们的孩子 从一个萌芽 到青春期的探索 到高中 已经开始单独 要一对一交往 体验 到大学更是怎样 实质在体验 然后到一个成熟的人 哇 那这个阶段真的是惊心动魄 而且现在整个是性的浪潮这么大 淹没在性浪潮里面 我们当父母亲的 要来陪伴我们孩子 那这是我以前做个研究了 一个令人难以其词的话题 91%的学生 没有跟爸爸谈 60%没有跟妈妈谈 所以爸妈哪一个比较会跟孩子谈 妈妈比较会谈 所以我们今天妈妈比较多正常 82.6%家长害怕跟子女谈 为什么害怕 不知道怎么谈 事实上我想我们这个世代跟我爸妈也不一样 我们都想严厉跟孩子谈 可是不知道怎么谈 那我想今天呢 各位 我就是要来分享一下 我们不要当了爸爸又才开始先当爸爸 我们来怎么跟孩子谈 那当然任何一个教育 都是要社会学校上方面 稀索合作 而且我跟各位讲 特别是性教育这个议题 学校有时候角色是不能期待的 父母亲的 因为性教育是太特别 我们刚刚早上讲的 性教育是一种什么 价值教学 所以孩子很多价值观 是来自父母亲的 我们很多角色 学校老师是不能期待 所以我父母亲的性教育的角色 事实上是我们没办法期待的 那家庭性教育